其实啊张聪先生想入阁还是有指望的 因为皇帝陛下的手中还有一项特殊的权力 可以让他顺利入阁 这就是终止 所谓终止 就是皇帝不经过内阁讨论推举 直接下令任免人员或是颁布法令 这是一条捷径 但是奇怪的是 一般的情况下 皇帝呢很少使用终止提拔大臣 而其中原因让人大跌眼镜 皇帝愿意给 大臣不愿意要 明代的官员确实有几把硬骨头 对于直接由皇帝任命的官员 他们是极其鄙视的 只有扎根于人民群众 有着广泛支持率的同志 才会得到他们的拥护 靠皇帝下旨升官的人 他们的统一评价是不要脸 考虑到面子问题 很多人宁可不升官 也不愿意走终止这条路 但是你要以为张聪先生 是耐于面子才不靠终止升官 那你就错了 张聪先生出身低违 一直以来强烈的要求进步 有没有脸都说不准 至于要不要脸 那更是一个很次要的问题 家境之所以不用终止提拔他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 要怪只能怪张聪先生的名声太差 皇帝还没有认命 内阁大臣和各部的员官就已经放出话来 只要终止一下 就立刻使用风博权 把这个旨意推回去 事情搞成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 会推不可能 终止没指望 无奈之下 张聪啊 开始动脑筋了 刻苦的钻研 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虽说在朝中已经是人见人厌 处于彻底的苟不理状态 但是张聪相信 他总能找到一个支持自己的人 经过逐个的排查 他最终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那个可以帮助他入阁的人 就是杨一青 杨一青可以算是张聪的忠实拥护者 当初他听说张聪上一礼奏折的时候 正躺在床上睡午觉 也没太在意这个事 只是让人啊 把张聪的奏章读给他听 结果听到了一半 他就打消了瞌睡了 精神抖擞地跳下床 说出了一句可怕的断言 即使圣人再生 也驳不倒张聪了 虽然这个话有点夸张 但事实证明杨一青是对的 之后他成了张聪的忠实支持者 为一礼立下了汉马功劳 到了入阁的关键时刻 张聪又一次想起了这位大人物 希望他出山 先进入内阁 再拉小兄弟一把 杨一青呢 答应了 对于这位酒精考验的官场老手来说 重新入阁玩玩政治 倒也不失为退休前的一件乐事 怀着这种意愿 杨一青进入了内阁 再次投入了政治的漩涡 事情果然如张聪等人的预料 嘉靖皇帝一下终止 弹劾的奏章如排山倒海般的压了过来 朝中那是骂声一片 但是群众再激动也抵不上领导的一句话 在杨一青的安排下 皇帝的旨意顺利得到了执行 张聪终于实现了当年萧半仙的预言 顺利入阁 成为了大学士 张聪心满意足了 他对杨一青先生自然是感恩戴德 杨一青呢 也十分欣慰 二十年前张勇帮了他 并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二十年后 他给了张聪同样的待遇 使这个小人物达成了最终的梦想 但是杨一青没有想到 他的这一举动 并没有得到善意的回报 却使他的半生荣誉功名毁于一旦 公正的讲 在入阁之前那些日子里 张聪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 他挺身而出 为孤立无助的少年天子说话 对抗权倾天下的杨廷和 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 虽说他是出于投机的目的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让人认自己的父母有错吗 可是当他终于出人头地 成为了朝中大官的时候 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化的起因来源于张聪本人 这位老兄自打飞黄腾达之后 就患上了一种疾病 这种病啊 到今天都没有办法医治 他的名字叫心理变态 在张聪的身上 具体临床表现为偏执 自私 多疑 看谁都不顺眼 见谁踩谁等等 说来不幸 张先生之所以染上这个毛病 都是被人骂出来的 自从出道以来 就不断的被人骂 先被礼部的人欺负 连工作都不给安排 之后呢 他得到的骂声 那更是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没有骂过他的人 可谓是稀有动物 奏章上的口水 就能把他淹死 张先生青年时代 本来就有心理阴影 中年时又被无数人乱脚踩踏 在极度的压力和恐惧之下 他的心理终于被彻底的扭曲 一个也不放过 一个也不饶恕 这就是张聪的座右铭 于是张先生就此开始了 他的斗争生涯 但凡是不服他的 不听他的 不伺候他的 他统统给予了相同的待遇 恶整 不是让你穿小鞋 就是找机会 罢你的官 不把你搞得半死不活 那是绝不肯罢休 今天斗 明天斗 终于斗成了万人仇 无数官员 表面上啥也不说 被地里提到张聪这个名字 无不咬牙切齿 垂胸顿足 甚至有人把他的画像挂在了家里 回家就对着那个话骂一顿 且每日必骂 风雨无足 可笑的是张学士 一点也没有自知之明 上班的途中呢 还经常主动热情的和同事们打招呼 自我感觉实在是相当的好 张聪先生的奋斗史 为我们生动的诠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人是怎么杀起来的 欺负下级也就罢了 随着他的病情恶化 他又瞄准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目标 杨一青 杨一青是个很好说话的人 平时呢 也不怎么和张聪计较 张聪呢 却越来越觉得杨一青爱事 杨一青是首辅 为了能够为所欲为 他决定铤而走险 弹劾自己的领导 家境八年 张聪突然发动了进攻 张先生果然不同凡响 一出手就是大阵势 派出手下的所有主力员官 上奏弹劾杨一青 杨一青得知自己被人告了 毫不吃惊 这套把戏他见得多了 闭着眼睛也知道是谁干的 但是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大局反击 只是上了封奏折 为自己辩护一下 顺便骂了几句张聪 然后郑重的提出了辞职 张聪很意外啊 莫非杨一青已经看破红尘 大彻大雾 事情就这么完了 存在着如此天真的想法 充分说明张聪同志啊 还没有开窍 要知道杨一青先生成化八年中进士后 一直就在朝廷里混 迄今为止 那已经干了57年了 他的功龄和张聪的年龄差不多 如果翻开杨先生那份厚重的档案 数一数他曾经干掉过的敌人的名单 比如刘锦 杨廷和等 然后再颠一下自己的金量 相信啊 张聪会做出更加理智的判断 不久之后 结果出来了 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同意杨一青的辞呈 反而严厉斥责了张聪等人 要他们搞好自我批评 这下张聪纳闷了 家境为何会如此的维护杨一青呢 这实在不能怪张聪 因为他不知道的事情确实太多 十多年前 当朱后聪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在湖北安禄当土财主的时候 他的父亲清宪王 曾反复的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若朝中有三个人在 必定国家兴旺 万民无忧 朱后聪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话 也记住了这三个人的名字 李东阳 刘大夏 杨一青 在朱后聪看来 杨一青就是他的偶像 张聪不过是个跟班 跟班想跟偶像斗 只能说是不自量力 于是在朱后聪的反复恳求下 杨老干部勉为其难地收回了辞职信 表示打死不退休 愿意继续为国家发光发热 张聪这一下彻底没辙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呢 朝廷的官员们已经在那忍了很久了 他们大都吃过张聪的亏 要不是因为此人正当红 估计啊 早就去跟他玩命了 现在复仇的机会总算到了 很快又是一顿乱脚香加口水横飞 张聪顶不住了 朱后聪也不想让他继续顶了 便做出了一个让张聪伤心欲绝的决定 辞退 张聪呢 也让皇帝着实大吃了一惊 他听到消息后 没有死磨硬炮 也没有痛哭流涕 采取了一个意外的举动 拔腿就跑 张聪先生似乎有失身份了 无论如何也不用跑得这么快吧 跑得快 再不快跑就被人给打死了 他和桂娥连行李都没怎么收拾 就连夜逃了出去 速度枝快 着实是让人沉默结舌 当张聪逃出京城的那一刻 他几乎完全绝望了 经历了如此多的风波挫折 才坐到了今天的位置 转眼又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这似乎有点太快了吧 可能上天也是这么样认为的 所以他并未抛弃张聪 这一次啊 他不过是和张先生开了个小玩笑 不久之后 张聪将拿回属于他的一切 他的辉煌仍将继续下去 直到他遇见那个宿命中真正的敌人 张聪八月份从京城跑出去 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跑了回来 当然了是皇帝陛下把他叫回来的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竟然只是因为张聪的一个同党上书 骂了杨一清 其实啊 骂就骂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那个年头上到皇帝下到县官 没挨过骂的人搬着指头也能数出来 官员们的抗击打能力普遍很强 杨一清对此并不在乎 但是问题在于皇帝在乎 他赶走张聪只是一时的气氛 对于这位为自己立下汉马功劳的人兄 他还是很有感情的 并不想赶尽杀绝 冷静下来以后 他决定收回自己的决定 让张聪继续去当他的内阁大臣 张聪就此官复原职 与此同时杨一清提出了退休申请 我已经逗了几十年 实在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就此结束吧 皇帝也不想让他的这位偶像走 不打算批准他的辞呈 但是这一次张聪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赶走了杨一清 当许多阎官顺丰岛攻击杨一清 要求把他削之为民的时候 张聪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为杨一清求情 张先生求情的经典语句如下 陛下请看在杨一清曾立有大功的份上 对他宽大处理吧 就这样 在不知不觉中 杨一清被张聪理所当然的定了罪 而和削之为民比起来 光荣退休实在是天恩浩荡 从宽处理了 于是杨一清得到了皇帝的恩准 回到了家中 准备安度晚年 但是这一回他没有如愿 在老家 杨一清先生还没来得及享受清闲 就得到了一道残酷的命令 削去官职 收回赏赐 等待处理 杨先生的罪名是贪污受贿 具体说来呢 就是收了不该收的钱 收了一个死人的钱 谁呢 张勇 据说呀 在这个张勇死后 杨一清呢 收了张勇家二百两黄金 不是白收的 无功不受禄 他给张勇写了一篇穆志明 杨一清和张勇那是老朋友了 按说收点钱也算不了啥 但是在张聪看来 这是一种变相行贿 这反弹意识很强 就纠集手下狠狠地告了一状 杨一清终于崩溃了 经历了无数年的风风雨雨 在人生的最后关头 却得到了这样一个下场 他一声哀叹 就此撒手而去 拼搏一声 却为小人所害 其实啊 这样的感叹 并没有什么意义 每一个参加这场残酷游戏的人 最终都将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也算是一种解脱 张聪高兴了 他竟然斗倒了杨一清 胜利来得如此迅速 如此容易 再也没有人敢触碰他的权威 张聪得意的大笑着 前途已是一片光明 但他并不知道 自己的好运 已经走到了终点 一个敌人 已出现在他的面前 嘉靖九年二月 皇帝陛下突然召见张聪 交给他一封奏折 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回家仔细看看 日后记得回禀 沈阅奏折对于张聪而言 那已经是家常便饭 他漫不经心的 收下了这份文件 打道回府 一天之后 张聪打开了这份文件 目瞪口呆恼羞成怒 在这封奏折里 他感受到了一种 强有力的威胁 对自己权力的威胁 这封奏折的主要内容 是建议皇上 把天地分开祭祀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礼仪问题 简单的说呢 就是这样的 在以往 皇帝祭天地是一块举行的 而这位尚书的官员 建议皇帝改变以往的规定 单独祭天 以示郑重 这是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 可是对于张聪而言 却无异于五雷轰顶 大事不好 抢生意的来了 张先生就是靠一礼 给皇帝爹娘争名分起家的 这是他的老本行 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了很多人 既然这个玩意儿能够升官 何乐不为呢 很明显 现在这一套行情看涨 许多人都想往这里边钻 张聪先生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 准备在行业内搞点垄断 一人独大 他认真的看完了奏折 牢牢地记住了 那个尚书官员的名字 夏言 你敢冒头 就把你打下去 不过呀 现代的教科书 《微观经济学》中 有一句话说 没有竞争的市场 只存在于理论的想象之中 我们来看看 这位尚书官员是何许人也 夏言南 江西贵西人 时任兵科己事中 他中进士比张聪早几年 但是他的考试成绩 却比张聪还要差 张聪多少还进了二甲 他呢才考了个三甲 说来确实有点丢人 考到这么个成绩 汉林是绝对当不上了 早点找个单位就业 这才是正路 一般三甲的进士官员 下到地方 多少呢 也能混个七品县官当的 但是想要留在北京 那可就难了 汉林院进不去 这就不必说了 中央六部 那也是不要差等生的 但是夏言留在了北京 当然了 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 进不去大机关 夏言呢 退而求其次 去了小衙门行人寺 夏言在行人寺 当了一名行人 他也就此得到了新称呼 夏行人 这个职务不高 只有八品 连芝麻官都算不上 行人寺 是个跑腿的衙门 在中央各大机关里头 不起眼 原先夏言 对此也是颇为失望 但是等到他正式上班 才明白 自己啊 实在是捡了个大便宜 因为他惊喜的发现 自己跑腿服务的对象 十分特别 是给皇上跑腿服务 夏言的主要工作 就是领受旨意 传送给中央各部 和全国各地方 然后汇报出差的情况 这是一份琐碎的工作 但是却很有前途 要知道 越接近心脏的部位 越能得到血液 同样的道理 天天见皇帝 也着实是个美差 甭管表现如何 起码混个脸熟 这才是正理 当然了 皇帝那也是不好伺候的 半君如半虎嘛 危险与机遇并存 归根结底 混得好不好 还是要看自己 这是一份高风险的工作 夏言在这里 如鱼得水 很快就被提升为 兵科己事中 这其中可谓大有奥妙 他虽然考试分低 却绝对不是低能 他有三样独门武器 足以保证 他出人头地 夏言 虽然考试分低 却绝对不是低能 他呢 有三样独门武器 足以保证 他出人头地 首先 请大家务必相信 长得帅 除了好找老婆外 还容易升官 这条理论 应该是靠得住的 夏先生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因为他的第一样武器 就是长得帅 实在 眉目疏朗 还有一把好胡子 这在当时也是很重要 家境啊 大概也不想每天早晨起来 就看到一个长得 让人倒胃口的人 这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除了长得帅以外呢 夏言先生 还有第二样武器 普通话就是官话 说得好 请注意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明代 普通话 也就是官话的推广工作 还没有深入人心 皇帝 也不是翻译机 每次要是召见广东 福建浙江一带的官员时 都极其头疼 夏言呢 虽然他是江西人 却能够自觉学习普通话 所谓土音鸿畅 不操相音 说起话来十分的流畅 那是相当的标准 可以说比我说的都标准 有这样两样特长 想不升官都难啊 但是这一次建议分开祭祀天地 夏言还是惹上了大麻烦 毕竟张聪是内阁首辅 他呢 只是一个小小的几十钟 双方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张聪打算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后生晚辈 张聪指使手下 认真研究了夏言的奏折 准备发动猛烈的反击 很快 张聪的死党 内阁成员霍涛写好了一封奏折 此则骂人水平之高 据说连老牌职业的言官都叹为官职 自愧不如 一切都布置妥当了 夏言 你呀就等着瞧吧 第二天 奏折送上 皇帝陛下当庭就有了回复 这封奏折是谁写的 霍涛反应十分敏捷 立即站了出来 大声回奏 是臣所写 霍涛等待着皇帝的表扬 然而他等到的却是一声怒吼 抓起来立刻下狱 霍先生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他带着满头的雾水被锦衣卫拖了出去 张聪狠狠地捏了自己一把 他唯恐自己是在做梦 见鬼了 骂夏言的文章 皇帝为什么生气 看来啊 张聪先生实在是糊涂了 家境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做事情绝不会无缘无故 如果他不赞成夏言的看法 怎么会把奏折交给你张聪呢 霍涛先生 极尽骂人之能事 把夏言说的连街上的乞丐都不如 那么支持夏言的家境 岂不是比乞丐也强不了多少吗 这笔账都算不出来 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都在混些什么 霍先生给拖了出去 事情啊 到现在还没有完 心灵受到无情创伤的皇帝陛下 当众下达了命令 夏言的奏折很好 升为试读学士 受赐品贤 然后他瞥了张聪一眼 一言不发 扬长而去 张聪那个汉呢 当时就流遍了全身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的滋味 张聪满脸阴云的回到了府邸 立即召集他的所有手下 下达命令 从今天起 时刻给我注意夏言 若发现有任何不妥的举动 立即上书弹劾 张聪的方法 学名叫求龙战术 说穿了 就是骂战 他要利用自己的权势 紧盯夏言的一举一动 日夜不停的发动攻击 让他无处可藏 精神时刻处于紧张之中 最终让他知难而退 这是一种十分无耻的手段 是赤裸裸的精神战 当谩骂如排山倒海般向夏言涌来的时候 他又有什么力量去抵挡呢 夏言是孤独的 能帮忙的朋友不多 他没有强硬的后台 但是他还有着自己的第三样武器 后世的许多阎官都十分仰慕夏言 对他佩服的那是五体投地 据说还曾经送给他一个头衔 第一能战 因为这位夏先生真正的可怕之处 并非是长得帅 普通话说得好 而是他口才出众 笔法绝伦 张聪不知道 夏言其实是一个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在十几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中 他的成绩之所以那么差 只是因为他的文笔太过犀利 不合考官的胃口而已 张聪手下的十余名言官 对夏言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从言辞不当到迟到早退 不按规矩着装等等等等 只要是能骂能掐的地方 盖不放过 张聪万没有想到 这郑重夏言的下怀 很明显 夏言在掐架方面 那是很有点天赋的 对手自己找上门来了 好吧 来一个灭一个 来两个灭一双 文词锋利无比 且反应极快 今天的敌人 今天骂从不过夜 效率极高 其战斗力之可怕 只能用彪悍二字来形容 由于夏言骂的实在太狠 和他掐架的人 白天上班见到他都要绕行 骂到这个份上 可算是骂出了水平 骂出了精彩 十分凑巧的是 夏先生的字叫做公锦 某些喜欢搞笑的大臣 每次见到夏言都会笑着对他讲 公锦兄 你还是改名叫子龙吧 子龙一身都是胆 在激烈的斗争中 所有的人都清楚的看到 虽然夏言孤身一人 但从未屈服于那位高高在上的首富大人 无论多少攻击诋毁 他从未低头放弃 这个人实在是太有种了 既然他敢干 为什么我不敢 钱藏在内心深处的愤怒 终于开始蠢蠢欲动 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在张聪的身边 转机终于到了 皇帝对待张聪的态度突然大变 经常的骂他 而且屡次驳回他的建议和奏折 让他大失脸面 从政治角度上来看 张聪算是废了 皇帝不喜欢 大臣不拥护 连他的同党都纷纷转做了地下党 唯恐被人知道和张大人的关系 面对着大好的形势 夏言呢 并没有被冲昏头脑 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打工仔身份 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 早请示晚会报 从不像张聪那样拉帮结派 嘉静先生呢 十分满意他的服务态度 一高兴 大笔一挥 就给了他一个部长 礼部上书 嘉静十年 张聪以退为进 退休回家 不久之后 又跑了回来 然后几年之间是来来去去 忙得不亦乐乎 可惜的是 无论他怎么折腾 却始终没人理他 嘉静十四年 张聪又申请退休 这回是真心实意 同搜无期 由于本人态度坚决 确实不想混了 皇帝陛下终于批准 并加以表彰 发给路费 黯然离京的张聪 踏上了回家的路 十一年前 他正是沿着这条道路 春风得意的迈入京城 十余年的风雨飘摇 由小人物而起 却也因小人物而落 世道变化反复无常 不过如此而已 但是张聪不知道 其实啊 他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 对比后来那几位继任者 这位仁兄 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 他亲手燃起了 嘉静朝的斗争火焰 却没有被烧死 实在是阿弥陀佛 上帝保佑 当然了 张聪先生能够得到善终 还要怪他自己不争气 和即将上台的那几位 大腕级权臣比起来 他的智商和权谋水平 完全不在同一档次 张聪离开了 想起当年为自己争爹的功劳 嘉静呢 也有几分伤感 但张聪不过是他的一个木偶而已 现在第一个木偶已经用废了 应该寻找下一个了 嘉静十五年 皇帝下狱 礼部尚书夏言 正式升任太子太傅 兼少傅从一品 受五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 第二个木偶就此登上戏台 夏言 其实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他成为了嘉静的第二个木偶 并且自觉自愿 甘于担当木偶的角色 从这一点上来说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机灵人 夏言比张聪聪明 所以他的下场也将比张聪惨 成为内阁学士后 夏言没有辜负皇帝的希望 干的是相当不错 至少比张聪强 虽说他的提升 也有迎合皇帝投机取胜的成分 但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 还是靠本事吃饭的 夏言确实是个好官 是一个十分清廉的人 而且不畏权贵 干跑腿的时候 就曾经做过一件震惊天下的事情 骂倒张延龄 说起这位张延龄 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横行天下二十多年 比螃蟹还横 当然了 嚣张绝非偶然 他是有资本的 孝宗皇帝的小舅子 凭着这个身份 他在洪志正德年间 狠吃得开 无人敢惹 然而夏言惹他了 夏言上奏章弹劾张小舅子 侵吞老百姓的田产 这个奏折送上去以后呢 没人理 连皇帝都不管 要知道当时那是家境初年 皇帝大人自顾不暇 连爹都弄没了 哪有时间管这个事呢 夏言于是又上了第二封奏折 弹劾 而且比上一封骂得更狠 张延龄气疯了 恨不得活批了这个不实实物的家伙 不过对于夏言的攻击 他并不担心 毕竟此人 人微言轻 无人理会 翻不起多么大的浪 如他所料 第二封奏折 依旧没有回音 可是没过多久 他在朝中的内线报告说 夏言又上了第三封奏折 这人莫不是发疯了吧 夏言并没有发疯 但是张延龄却真的快要被逼疯了 因为夏先生的奏章 并不只是上中下三级 而是什么呀 长篇连载 在那以后 夏言又陆续出版了 痛骂张延龄奏章系列之第四第五 第六第七部 这才就此打住 之所以打住 绝不是夏言半路放弃 而是因为这个事啊 解决了 奏折一封接着一封 连皇帝陛下也被搞烦了 于是他在忙于争爹的斗争之中 还专门抽出时间料理了张延龄 让他呀 退回了霸占的田地 他宁可得罪张国舅 也不敢再惹夏先生了 这就是夏言的光辉历史 当日的夏行人就敢动朝廷高干 现在成了夏尚书 夏大学士 估计啊 除了阎王之类的传说人物 天地之间 已然没有他搞不定的人了 除了刚正不阿之外 夏先生呢 还有一个特点 连结 对官员们而言 这可算是要了老命了 领导不下水 这问题就难办了 偏偏下学士反弹力度 又格外的凶猛 于是一时之间 朝廷风气大变 哭穷叫苦声 是不绝于耳 综合说来 夏言呢 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 这个人不贪财 干实事 心系黎民百姓 国家设计 他的才干 不亚于杨廷和 而个人的道德操守 却要远远高于前者 在夏言的管理下 大明王朝兴旺发达 蒸蒸日上 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家境十五年 他接替李时 成为内阁首府 走到了权力的顶峰 然而夏先生 刚刚爬到山顶 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发现啊 那里边还站着另外一个人 很明显 这个人并不打算 和他站在一起 夏言已经是内阁首领 文官的第一号人物 却偏偏管不了那位人兄 因为这个人叫做郭勋 郭勋是张聪的盟友 在朋友倒霉的时候呢 他十分忠诚的遵循了自己的一贯原则 落井下石 朝廷谁当政并不要紧 只要能保住本人的地位就行 可是慢慢的 他才发现 这个新上台的夏言 实在不简单 无意与他合作 远不如张聪那么容易控制 为了将来的打算 最好啊 早点解决这个人 郭勋采用的攻击方法 充分的说明了 他是个粗人 这位骨灰级的高干 平时贪污受贿 名声很差 人缘不好 脑袋呢 也不开窍 竟然直接上奏折 骂夏言 掐架票友 居然敢碰专业选手 这就是传说中的鸡蛋碰石头 夏言自不必说 马上写文章反骂 双方是拳脚相架 十分热闹 按照常理 这场斗争应该以夏言的胜利告终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家境逆反透了 你说手下这帮子人 骂来骂去的 这也就罢了 可是每一回都要把自个儿 给牵扯进去 一边是朝廷重臣 一边呢 是老牌的亲戚 双方都要皇上表态 老子哪来那么多的时间 理你们这些破事啊 不管了 先收拾一个再说 哎 夏言的运气不好 他呢 挨了第一枪 家境二十年 皇帝大人收到了夏言的一封奏折 看过之后是一言不发 只让人传他火速觐见 接到了指令 夏言心里还是比较踏实 因为自己的这封奏折 并没有涉及什么敏感问题 可是他进宫之后才发现 问题严重了 家境不由分说 把夏言给骂了一顿 搞得首辅大人不得要领 然后皇帝才说出骂人的原因 你写了错别字了 夏言呢 蒙了 这不是故意找茬吗 换了别人啊 挨顿骂也就算了 皇帝故意找茬 你还敢抽他不成 可是夏言兄实在是好样的 他呢 不肯甘休 竟然还回了一句 臣有错 恰逢近日身体不适 希望陛下恩准 我回家养病 夏言的那个意思是啊 你故意闹事 我还就不伺候你了 当然了 家境先生 也不是好欺负的 他怒不可遏的大喊一声 你也不用养病了 干脆就退休吧 再也不要回来了 惨了 这下麻烦了 玩笑开大了 可是话说出了口 也没法收回来啊 只能硬着头皮走人 夏言满怀忧伤的开始捆被子 收拾行李 准备啊 离开北京 就在他即将上路的时候 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 先等一等 你可能啊 不用走了 夏言确实不用走了 因为出事了 而且还是大事 这件事情出在郭勋身上 夏言因为错别字 被赶出了京城 郭勋呢 很是高兴 但这位兄弟实在是不争气 很快就惹出了一个大乱子 这个事呢 具体说来是个工作作风问题 嘉靖皇帝不久前 交给郭勋和这个左都御使王廷相一个差事 并专门为此下达了御令 可是蹊跷的是 王廷相接到御令后 四十多天没有动静 不知道底在那搞什么把戏 这里啊 我顺便说一下 王廷相先生是个大文豪 明朝前妻子之一 还是著名的哲学家 我估计他之所以没干活 没准啊 正在那思考哲学问题 可是郭勋就有点离谱了 王廷相虽然懒 也只能算是代工 他呢 却胆大包天 明知有御令 就是不去领 全当事不知道 郭勋虽说是皇亲国戚 但也是拿工资的国家公务员啊 既然拿钱 你就得给皇帝干活 郭先生明显没有这个觉悟 于是皇帝发怒了 自己交代下去的事情 一个多月竟然没有回音 立刻下旨严查 王廷相还算机灵 一看情况不妙 马上补交了工作报告 郭勋的认罪态度就不怎么好了 活照样是不干 还写了一封奏折为自己辩护 本来这个事啊不大 念在他世代高干的份上 最多呢 也就骂几句了事 可他的那份奏折却惹出了大祸 必须说明的是 郭勋的奏折并没有错别字 这是值得表扬的 不过他的问题啊 比错别字要严重得多 这位仁兄真不愧是个粗人 他在奏折中狡辩完了以后 还写上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 何必更劳刺赤 结合着上下文 这句话呢解释起来大致如下 这种事情 你就是指皇帝 这种事情 你何必要专门下一个命令 多余 这回皇帝是真给气着了 姓郭的 你有种 不废了你 我就不姓朱 嘉靖皇帝终于发怒了 他把郭勋叫过来骂了一顿 并召回了下言 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位郭勋先生啊 平日里是贪污受贵 欺压大臣百姓 做尽了坏事 人缘极差 朝廷中的阎官眼看着他倒了眉 纷纷上书 痛打落水狗 关键的时刻 郭勋终于醒悟 立刻虚晃一枪 表示自己压力过大 患了病 希望皇帝陛下恩准休养 嘉靖同意了 对这位老亲戚 他还是比较信任的 阎官们见事不妙 也就纷纷缩手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 郭勋成功避过风头 大概啊还能有个安详的晚年 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夏言回来了 夏言觉得啊 张聪多少还算是个干事的人 而这位郭高干 不学无术 是纯粹的社会垃圾 要想平安治国 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就必须清除这一堆垃圾 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郭家从老朱开始 已经混了差不多两百年 根深夜貌 黑到白到都吃得开 一个普通的内阁首辅 又能如何 夏言呢 偏偏就下定了决心 要挑战这个高难度动作 搬走最后的绊脚石 夏言找来了自己的门生 阎官高石 告诉了他自己的计划 并且问了他一个问题 此事风险甚大 你可愿意 为国除此奸邪小人 在所不惜 嘉靖二十年九月 集市中高石上书 弹劾武定侯郭勋 试受黄恩贪污不法 今查实罪行 应与司法言成 这是一道极有分量的奏折 全文共列出了 郭勋罪行十五条 全部都查有十句 实在是一颗重量炸弹 嘉靖火了 他没有想到郭勋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壮举 气急之下 将这位亲戚关进了监狱 事发突然 郭勋呢 十分吃惊 可是入狱之后 他又镇定下来了 因为他很清楚 凭着自己的身份 皇帝绝不会下杀手 无非呢 是让自己在牢里面 待两天而已 这个判断非常靠谱 嘉靖只是一时冲动 很快就消了气了 还特别下令 不准对郭勋动刑 看样子呀 过两天 他就能够无罪释放 然而郭勋错了 他的人生将在这里走向终点 不久之后 高石又上了第二封奏折 内容和以前的如出一辙 要求严厉承办郭勋 嘉靖呢 位于李慧 退回了奏折 这个行动 其实隐藏着 嘉靖皇帝的真实意图 什么意图呢 就是此事啊 到此为止 不要再继续纠缠了 然而下言的公事 才刚刚开始 与一望不同 这次司法部门的效率相当高 他们很快就汇报了 对此案的预审结果 郭勋最当斩首 这一回嘉靖的头大了 他本来只是想教训一下郭勋 怎么会搞得要杀头呢 事到如今 必须开门见山的发话了 此案情形未明 发回法司复查 首轮试探到此结束 下言的第二轮攻击准备开始 高石再次上书 内容还是要求严惩 这一回 嘉靖没有再跟他客气 他下令给予高石降级处分 得到了处分之后 高石非但不沮丧 反而十分高兴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好戏即将上场 嘉靖在那放心的等待着重审的结果 就在这个时候 济世中刘天直突然上书 弹劾郭勋大罪十二条 这一回就不是什么贪污受贿 那么简单了 罪名种类也更为丰富 包括扰乱朝政 图谋不轨等等 就如同预先安排好的一样 之前迟迟不动的法司部门 立即做出了对郭勋的重审结论 除杀头以外 还额外附送罚没个人财产 这一招实在是太狠了 嘉靖原本以为自己都发了话了 下面的人自然会听 可是事与愿违 更觉得是他吃了个闷亏 却还没有地方去发脾气 人家有凭有据 按照证据办案 你能说人家不对吗 皇帝陛下终于发现 自己原来是个冤大头 让人糊弄的团团转 被卖了 还在帮人家那数钱呢 不过呀 没关系 对手虽然狡猾 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我的手上 我不发话 谁敢杀郭勋 嘉靖皇帝这一回啊 学聪明了 他收下了法司部门的奏折 不予理会 同时呢 又多次召见相关的大臣 旁敲侧击 要他们放郭勋一条生路 在皇帝看来啊 只要是他不点头 郭勋就不会死 而多坐两天牢 对于这位高干子弟来说呢 也不是一件坏事 可惜他并不清楚 要杀掉郭勋 并不一定要经过他的认可 在这个世界上 要解决一个人 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嘉靖已经召见大臣 传达了自己的意思 可是大臣们 却出现了集体弱智症状 毫不理会上级的一片苦心 仍然不停的上奏 要求杀掉郭勋 其实这倒也罢了 几个月之后 嘉靖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至极的消息 郭勋死在了牢里 这位精力旺盛的人兄 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死因不明 但可以肯定的是 绝对不是自然死亡 反正人在监狱里 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嘉靖出离愤怒了 这是赤裸裸的司法黑幕 是政治暗杀呀 人死了之后 侦办此案的刑部 大理寺官员们都十分自觉 纷纷上奏折写检讨 在文中 他们表示 一定要吸取这次的教训 搞好域内安全检查 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 以后一定要多加注意云云 总而言之吧 责任是有的 疏忽是有的 故意是没有的 皇帝陛下气歪了鼻子了 这次没有废话 他直接下令 对参与办理此案的全部官员 予以降职处分 多少吧 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下言大获全胜 他虎口拔牙 把生米做成了稀饭 活人整成了死人 不但杀掉了郭勋 还调戏了一把皇帝 甚至连一点破绽把柄都没有留下 这次行动的成功 充分表明下言的斗争艺术 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他本人也就此迈入超一流政治高手的行列 其实啊 对于嘉靖皇帝而言 朝廷中的腥风血雨并没有什么 下言虽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 但和自己比起来仍然有不小的差距 15岁的时候 他登上了皇位 17岁的时候 他用过人的天赋 战胜了杨廷和 18岁时 他仗则百官 确立了自己的权威 事实证明 他在治国方面 绝对不是一个昏庸之辈 嘉靖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 不仅仅是他的智商 还有他的生活经历 与娇生惯养 混在大城市的诸后赵不同 诸后葱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除了吃穿好点以外 他是一个基本失去自由的人 在明代 由于之前有朱老四 就是朱棣的光辉榜样 和成功经验 历代皇帝都把藩王兄弟 视作眼中钉 如果藩王不领圣旨 擅自入京 那就是造反 可以立即派兵讨伐 所以啊 朱后葱不能去北京 也不能四处闲逛 在他的周围 始终有人在监视着他 他所平日能接触的人 只是些平民百姓而已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朱后葱 懂得猜忌和防备 也了解普通人的痛苦 所以每当他听到那位荒唐 堂兄的事迹的时候 都不禁摇头叹气 若我在朝 必荡敌奸邪开创盛世 现在是时候了 在明武宗诸后赵的时代 太监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不要说刘锦张勇这些大腕 一般的管事的太监 那也是财大气粗 他们不但可以管理公中事务 甚至还有兵权在手 镇守太监 连地方都指挥时 也要听这些武装太监的话 嘉靖对太监的身份定位很简单 奴才 在他看来 这帮子人就该去洗厕所扫地 安心干活 还想发财带兵操控朝政 做梦 他公开表态 奴才就该干奴才的事情 如果敢于越界 绝不轻饶 刚开始的时候啊 这些太监们并不在意 也不相信 但是属于他们的悲惨世界 确实到来了 嘉靖召集私立间 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 召回所有派驻外地的太监 人拉回来了 干什么呢 按照程序 先是训话 训完了就查 查出了问题就打 经不住打的就被打死 这还算讲人道的 有两个贪污的太监 由于数额巨大情节严重 被打死后 尸体还挂在外面示众 实在是够狠 这是小喽啰的遭遇 大腕级的也没有好下场 当年的八虎中 刘锦已经被寡了 剩下也无一幸免 古大用被免职抄家 他的最后一份工作 是诸后赵陵墓的门卫 另一个叫卫宾的 埋头苦干几十年 好不容易爬到了 私里间的位置 家境一声令下 他呢就被下岗分流了 据说呀 连套房子都没给留 直接就撵出了宫 流落到街头当了乞丐 其余的人呢也很惨 个个被整得够呛 甚至连那个唯一 不应该整的人 也给收拾了 无论如何 张勇应该算是个不错的人 他帮过杨一清 帮过王守仁 为人呢也比较正直 似乎不应该上这个黑名单 可是嘉靖先生太过生猛 在他看来 只要是豁出去挨了那一刀的 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很快张勇被降职处分 然后被勒令退休 眼看就要脑袋不保 杨一清站出来说话了 总算是好人有好报 杨先生信誓旦旦 拿人头担保 这才保住了张勇 使他官复原职成为了硕果 仅存的掌权太监 嘉靖是一个排斥太监的人 从表面上看 这似乎只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 在他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秘密 抉择的秘密 统治一个王朝 就是经营一个企业 只不过治国这一摊生意呢 更大一些而已 做一般生意 那要交税 还要应付工商检查 安全检查 消防检查 逢年过节啊 你还得上贡 留年不利 还会亏本破产 相对而言 建立王朝这笔生意 那就好做得多了 除了启动资金过高啊 那得赶拼命 经营周期不定 没准明天就得牺牲以外 只要一招成功 就立马鸟枪换炮 从此不但不用交钱 还可以收别人的钱 想收多少自己说了算 除了你管别人 没有人敢管你 因为开政府 比开公司的利润更大 前景更广 所以自古以来 无数人都在那 跃跃欲试 但是成功者 寥寥无几 也就那么几个朝代 而那些 在开设政府的斗争中 成功创业的首任董事长 一般来说 都是极其生猛的 比如 白手起家的 朱元璋先生 在他手下干活的人 如果不听话 除了炒鱿鱼外 还要交违约金 抵命 所以大家都很服从管理 可是等到首任的老总 过世以后 继任董事长 能力不足 无法解决企业问题 无奈之下 只能对外招聘人才 这就是科举制度 并聘任其中的精英当总经理 也就是内阁首辅 帮部管理 问题在于 这位总经理并不一定听话 这在经济学上 称为代理问题 能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爬到这个位置的 一般都极其狡猾 绝对不是什么善类 娇生惯养的家族企业董事长 很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为了能够控制局面 董事长呢 又引进了新型人才 秘书就是太监 这类人呢 学历不高 品行不好 心理也有问题 还喜欢欺负员工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 什么优点呢 就是听话 对董事长而言 这就够了 综观整个明代 无论太监如何猖獗 如何欺压大臣 却都要听皇帝的话 自明宣宗时起 太监就已然成为了皇帝的助手 协助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 皇帝们十分清楚 在他的任期内 摆在眼前的有两种选择 选择文化低会拍马屁 十分听话的太监 或是选择学历高 喜欢掐架找茬 桀骜不驯的文臣 连瞎子也知道 前者比后者容易对付的多 所以众多的皇帝都选择了太监 但是家境却没有这么做 因为他很自信 他相信自己能够对付所有的人 这是一个极其艰辛的选择 从此以后 他将失去秘书的帮助 独立对付狡诈博学的总经理 事实证明 他成功做到了 姓张的也好 姓夏的也罢 无论你们下面闹得多么热闹 他都是冷静的旁观者 和最终的裁决者 二十年过去了 胜利一直牢牢的握在他的手中 各色人等 无论学历 民族 性别 星座 个人的嗜好 只要是给他干活的 全都被他治的是服服帖帖 绝顶高手的生活 是比较痛苦的 既然没有对手 剩余的精力没处发泄呀 那就得另外找点事干 很快 嘉靖先生就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修道 大家知道 道教那是中国的土特产 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宗教 那就是神秘 如果用一个字来说 那就是 玄 嘉靖先生 是该组织的老牌会员 对于嘉靖先生的性格 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 这个人是个无力不起早的家伙 对公益慈善事业 绝对没有丝毫兴趣 他甘愿牺牲日常的宝贵办公时间 在宫中设置香炉 高薪请来一大堆道士 天天烧炉子 看上去很奇怪 实际上很简单 还是那句老话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与别的宗教不同 道教有一个终极的目的 语化成仙 道徒们始终相信 有一天 他们能够摆脱地球的吸引力 突破空气动力学 超过机器人的寿命 想去哪就去哪 想活多久就活多久 嘉靖呢 深信这一点 所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修身学道 追求长生不老 他的这些行为 被很多史学家下了一个定义 一心修道 无心从政 这是一个十分离谱的定义 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嘉靖先生的算盘是十分精明的 修道只是手段 不是目的 太上老君姓甚名谁 他并不关心 对他而言 修道只是为了多活几年 为了他能够永远统治天下 因为啊 他还没有活够呢 他喜欢现在的一切 权力操控斗争 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所以修道问题 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 自打这个嘉靖先生 登基做了皇帝 无数人呢 曾经使用各种手段 试图控制或是影响他 都没能如愿 无论是大臣还是太监 他都能应付自如 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那看似高不可攀的性命 却差点在一个深夜 被一群小人物夺走 最后未能成功的原因 只是因为一个绳结没有打好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一个深夜 嘉靖皇帝如往常一样 住在端妃的寝宫里 这位端妃姓曹 是当时宏极一时的宠妃 皇帝长期在他这里面 安营扎寨 宠爱有加 皇后呢 也是在那恨得牙痒痒 却无计可施 就在皇帝大人和端妃熟睡之时 一群 注意 是一群黑影 偷偷的窜入了他的寝宫 来到了床边 那个带头的人伸出了颤抖的手 拿起了绳子 套到了嘉靖的脖子上 这说明啊 这位皇上睡得比较死 套上以后呢 打了一个结 然后他慢慢的用力收紧了绳结 勒住了皇帝的脖子 哎呦呦 原来那个君临天下的王者 竟是如此的脆弱 拿绳子勒住了皇帝脖子的人 叫杨金英 职业是个宫女 具体的情况不详 但是我可以肯定一点 他呀 不会打结 睡觉的人被勒住了脖子 那是不太好受的 于是皇帝在半梦半醒之间 终于有了动静 可是由于常年缺乏锻炼 神经反应比较迟钝 他还没来得及喊救命 就又失去了知觉 按理说 嘉靖先生这回是死定了 可是他那昏迷中 那无力的举动 却引起了凶手的恐慌 杨金英毕竟只是个宫女 估计啊 平日里面杀鸡的胆量都没有 现在呢 他手握绳索 套住了全天下最可怕的人的脖子 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于是在慌乱之中 他呀 卷起了绳索 在原来的这个截上 又打了一个截 我相信 但凡是系过鞋带的人 都知道这种截上打截的后果 形成死截 杨金英发现了这个问题 无论他怎么在那使劲 省起来都没有变紧 手忙脚乱之下 他忘记了那个极为简单的解决办法 解开再记一回 杨金英慌张的神态 吓坏了另一个同伙 他呢 准备放弃了 这个胆小的帮凶 名叫张金莲 看到这混乱不堪的一幕 他的意志彻底崩溃了 为了摆脱眼前的一切 他趁其他人不备 偷偷的溜了出去了 向皇后报信 皇后在深经半夜里被人叫醒 得知了这个消息 这话都说不利索了 急晃晃的带着人 赶到了案发地点 把犯罪分子杨金英等人 赌了个正着 当时这位杨宫女干嘛呢 还在那用力的拉那个绳索呢 很明显 他一直觉得 这个结打的还不够紧 皇后亲手为皇帝大人 解开了那个死结 拿走了那根特殊的项链 经过紧急抢救 嘉靖先生除脖子不太好时以外 这个命算是保住了 这个案子应该是通了天了 皇帝大人在自己老婆的床上 被人差点活活勒死 当然了 这是老婆之一 行凶者竟然是手无寸铁的宫女 这要是换在今天 那绝对是特级八卦新闻 什么后宫黑幕 嫔妃密文 必定是纷纷出炉 大吵特吵一番 出人意料的是 在当时这起案件的处理 却是异常的低调 所有的证实记录都讳莫如深 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当然了 结论还是有的 经过审讯 犯罪嫌疑人 杨金英 张金莲 对自己的罪行 供认不讳 为争取宽大 他们还供出了 此案的幕后黑手 王宁贫 这位王小姐 也是嘉靖的老婆 后宫重量级人物之一 在这儿呢 咱就不多讲了 主谋的这顶帽子 最终扣在了她的头上 至此 此案预审终结 也不用交检察院起诉了 以上一干人等 全部被斩首示众 这个案子到这儿就算结了 但真相却似乎并未大白 因为还有一个始终 未能解释清楚的问题 杀人动机是什么 要知道 杀皇帝实在是个 了不得的事情 绝不可能像这样 大事化小 根据惯例 敢于冒这个险的人 必定要遵循一个原则 收益大于风险 亏本的买卖 从来没有人肯做 那到底什么样的收益 才能让他们干出 这等惊天大事呢 在那个年头 武则天已经不流行了 最大的疑点是王宁平 他并没有理由这么做 因为根据成本核算 就算是家境死掉了 他也占不到任何便宜 不可能成为皇帝 这是一个没有动机的案件 参与其中的人并不是受益者 这让人很难理解 不过这个话得说回来 女人的心理是很难捉摸的 除了妒忌以外 也不排除那几个女凶手 是一时内分泌失调 情绪失控之类的原因而行凶 这个玩笑归玩笑 我认为这个案子仍然是一团浆糊 搞不清动机 也搞不清真相 唯一明确的是案件中 各个角色的结局 首先 嘉靖先生十分郁闷 他在自己家的床上 被人套住了脖子 差点就送了命 此后他搬出了后宫 住进了西院 就是现在的北京北海那一带 杨金英等人受人指使行凶 最终赔掉了性命 王宁平被控买凶杀人 如果属实 那就算是罪有应得 倘若纯属虚构 那只能是算他倒霉了 不过这件事情 还是有受益者的 谁呢 就是皇后 他不但救了皇帝 除掉了王宁平 还趁机干了一件坏事 在他的操控下 谋杀专案组查出 端飞事先 也知道行刺一事 于是皇后大人顺水推舟 把这个危险的敌人 也送上了刑场 从此以后 这起谋杀案 就成为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 也是官员们每日上班 必不可少的八卦 但是这起案件 绝不仅仅是花边新闻 事实上 他对后来那二十余年历史的发展 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可能啊 是受惊过度了 嘉靖的心灵 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他从此不再上朝 刚开始的时候 大臣们并没有在意 就当皇帝大人养病休息 不久后自然呢 就会恢复原状 只要等一等就好了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 这一等就等了二十多年 嘉靖从此算是消停了 但是大臣们的斗争游戏 却刚刚进入高潮 内阁首府下言 除掉了他的最大对手 郭勋 夺取了全部的权力 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这一年是嘉靖二十一年 看上去一切都很完美 但是他不会想到 崩溃将在最为辉煌的 那一刻到来 毁灭他美好前景的人 叫做严松 严松自为忠 成化十六年出生 是江西圆州府分宜人 说起这个人 实在是大大的有名 从明代开始 他就被人以各种形式 写入书中编入戏里 不停的骂 反复的骂 并最终获得了一个荣誉称号 明代第一奸臣 事实上 在走上那条不归路之前 他曾经是一个勇敢正直 坚持原则的人 那个时候 他还是下颜的朋友 如同所有的悲剧一样 严松的故事 也有着一个喜剧的开头 严松的运气不错 他出生的时候 家里虽不是很富 也算个中产阶级 他的父亲 颜淮多次参加科举 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到最后 实在战斗不动了 就改行 当了教书先生 老子的魏敬事业 自然那是要儿子来完成的 刚出生不久的严松 就此开始了 他的学习生涯 严松的幼年教育 可以写成 启蒙类教科书 据说呀 他在三岁的时候就会写字 到六岁时就能背诵四书五经 但这些还都是小事 两年之后发生的那件事情 才叫轰动 在这一年 八岁的严松 因为成绩好 作为优秀童生 考入了县学 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么我来列举另外两位仁兄 进行类比 你就知道其中的奥妙 海瑞考入县学时 二十八岁 范进考入县学时 五十余岁 这两位兄弟还算是年轻有为的 六七十岁考不上县学的同生 大有人在 相比之下 严松实在是神童中的神童 严松就这样 一直神童了八年 到了洪志八年 十六岁的严松准备参加乡市 包袱都打好了 刚要出发 爹给死了 这实在是让人悲痛的一件事情 一般这种时候都会有固定的剧情 一大帮的亲戚朋友跳出来 说些什么啊 不要悲伤 要正常的发挥水平 考个好成绩 告慰仙人的在天之灵 一类就像这样的话 然后呢 主人公在那 擦干眼泪 抬头望天 握紧拳头 做苦大仇身状 毅然踏上前进的道路 严松的情况呢 大致差不多 只是有一点不同 他没有去考试 不是他过于悲痛不想考 而是不能考 根据明代规定 死了爹的 要在家守治三年 国家政策 这是没办法违反的 严松只好在家 待业了三年 三年后 他带着父亲的遗愿 和满腔的报复 前往南昌 一举重地 金榜提名 严松的乡事成绩很好 所以对于第二年的会事 他本人十分自信 可是事实证明 地方经验放到中央 往往那都是不灵的 考试成绩出来以后 严松名落孙山 他呀叹着气 走上了回家的路 不要紧 下次我一定能够考上 过了三年 他进京参加了第二次考试 几天后 他拿着京城同乡送的慰问品 回了家 嘿嘿 仍然没有考上 神童也好 天才也好 考不上的就是考不上 说啥也没有用 失望的严松 没有放弃 他确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 于是他去考了第三次 这次他不再有任何幻想 考上就好 只要考上就好 但是上天 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善意的玩笑 以前呢 老天爷可能觉得严松先生啊 才学深厚 非要消遣一下他 这一回呢 严松意外的得知自己的考试成绩 是二甲第二名 一甲只有三人 就是状元 榜眼 叹花 所以二甲第二 那就是全国第五 这个成绩实在是太好了 严松惊讶之余是大喜过望 正得元年 严松被选为汉林 成为一名树籍士 这一年他二十七岁 少年高才 前途远大而光明 光明时间合计三年 正得四年 严松迎来了一个恶号 他的母亲去世了 严松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 在父亲死后 母亲含心如苦的抚养他 供他读书考试 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 实在是一场人生悲剧 但凡是个人 遇到这种事情都会悲伤 但是严松呢 似乎有点过了头了 他日夜痛哭 伤心过度 差点送了命 经过紧急抢救 才算活了过来 这还没完 悲痛至极的严松 又做出了决定 他要辞官回家隐居 这是一个让人佩服的抉择 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 放弃荣华富贵 避开世俗红尘 只为纪念自己 未能报恩的母亲 严松回到了老家 隐居起来 但是国家并没有忘记他 朝廷多次下旨 希望他回朝中 为国效力 可是严松拒绝了 过了首治期后 因为另外一个理由 他仍然拒不入朝 奸人当道 在下不堪与之为伍 他口中的奸人 就是当年红的发子的 钱宁和江斌 严松有他自己的骨气 宁可不当官 也绝不与小人洪流合污 隐居十年之后 他终究还是答应了 一个人的邀请 出山为官 邀请严松出山的这个人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当时的内阁首府 杨廷和 他是严松十年前 点中进士时的作师 郑德十一年 严松进了汉林院 做了编修 汉林院的低级官员 一年多 啥也没混出来 郑德十三年 严松得到了一份差事 出京到外地去传旨 这就是传说中的钦差 虽说是个体力活 但是到地方上 白白威风 混吃混喝 也算是不错 于是严松 乐颠颠的就上路了 然而事实证明 这趟所谓的钦差 实际上是个苦差 严松十分尽责的 完成了使命 一路往回赶 在一次错误的时间 来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 具体说来呢 当时啊 严松先生所处的环境如下 时间 郑德十四年六月 具体方位 江西省临江府 如果你要是感觉比较眼熟 那说明啊 你的记性还不错 此时此地 有一位仁兄正在这里闹腾一件大事 这就是伟大的王守仁先生 平定宁王之乱 严松的运气实在不好 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不去 偏偏就赶上了宁王叛乱 于是怎么办呢 就只好躲了起来 但凡是躲避战乱 都有个时间限制 仗打完了 该干嘛就干嘛去呗 严松呢 可能是在战乱中受到了什么刺激 他躲得比较彻底 京城也不去了 托人请了个假 直接回了老家了 严松的行为要是放在今天 往小了说那是怕事 往大了讲 这叫玩忽职守 这个事要放在朱元璋的手里 估计啊 严松的人皮早都晾干了 可当时的皇帝朱后赵先生 没有时间管这些事 他正干嘛 正忙着玩呢 严松何许人也 哪能劳他老人 大家处理这么个小人物 就这样 严松又开始了修养生活 两年之后 朱后赵先生驾崩 杨廷和开始代理朝政 严松觉得报效国家的时机 终于到了 又一次来到京城 他的人生从此被彻底改变 刚一进京 严松发现情况有些不对 他去拜会老师杨廷和 杨廷和呢 还认识他 也打了个招呼 可是不怎么理会 搞得他十分尴尬 这人怎么说变就变呢 严松纳闷了 其实啊杨廷和那还是比较够意思的 他之所以不管严松 实在是因为他正在忙着一件大事 和皇帝斗争 这一年 严松已经41岁了 关系好的前辈上级退休了 原先的同辈那都升了官了 后来的晚辈又不买他的账 他成了个没人理也 没人管的累赘 立部的官员考虑了很久 觉得这个人啊 实在是没有什么用 又榨不出油水来 就安排他去南京汉林院 在当年南京汉林院 有个外号叫什么呢 鬼都不理 既没有权又没有钱 穷的是叮当响 严松没有办法 只好老老实实的去了南京 但是他没有想到 正是这个缺德的工作安排 救了他的命 带来了光辉的前途 因为啊 就在他出发去南京之后不久 有两个人急匆匆的 以相反的方向 从南京赶来 在京城掀起了一场 无比凌厉的风暴 这两个人是谁呢 就是张聪和贵厄 贵厄是严松 十分要好的朋友和老乡 这两个人进京以后 轰轰烈烈的大义里运动 进入了最高峰 在这场惨烈的政治斗争中 无数官员落马折腰 内阁被全部清洗 新一代的权贵登上了舞台 严松运气实在不错 出事的时候啊 他在南京 无门无派 无牵无挂 每天干嘛呢 喝喝茶 谈谈京城八卦新闻 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不久之后 京城传来消息 命严松由南京调回北京 连升三级提任国子间最高长官 纪九 这以后 严松的事业就进入了黄金期 嘉靖七年四月 他升任礼部右侍郎 副部级 嘉靖十年九月 升任南京礼部尚书 后又改任礼部尚书 这个时候 严松开始向现实妥协了 他改变了自己 开始逢迎皇帝 这似乎也很正常 因为在朝廷中 拍马屁不是为了升官 而是为了生存 至少到目前为止 严松仍然是个比较正派的人 他虽然要求进步的手段并不光彩 却也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能做 在朝廷上仍然是直言不讳 毫不顾忌 换句话说 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嘉靖十七年 这个原则被打破了 这一年的七月 麻烦的事情来了 此时 大义礼事件 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该认的爹娘认了 该给的名分也给了 嘉靖先生呢 也该满意了 可是这位仁兄得寸进尺 他突发奇想 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把他爹搬进太庙 成为以后历代皇帝朝拜的对象 并且给自己的父亲一个封号 明瑞宗 这个要求在历史上啊 有一个特定的称谓 叫做称宗妇庙 这是一个极其无礼的要求 是绝对不会得到大臣支持的 没有做过皇帝的人 怎么能够进太庙称瑞宗呢 先前给自己争个爹 多少吧 还算是人之常情 现在干这种出阁的事 那可就是贪得无厌了 所有的朝廷大臣都听说了这件事 却并不出声 因为他们要等待一个人的反应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专门负责礼仪的礼部尚书 言松 所有的朝廷大臣都听说了称宗妇庙这件事 但是呢 都不出声 因为他们要等待一个人的反应 这个人就是专门负责礼仪的礼部尚书 很不幸 当时的部长就是严松 这一下 他无论如何也躲不了了 如果赞成会被众人唾骂 如果反对会被皇帝处罚 老江湖严松开始动脑筋了 费尽了心思 写了一封奏书给皇帝 这是一封质量很高的奏书 全篇洋洋洒洒一千多字 好像啊 什么都说了 可是仔细一看 又什么都没说 严松耍了一次两面派 如果要是换了别人 这篇文章啊 或许能够蒙混过关 但是这一回 他遇到了嘉靖先生 嘉靖看完了奏书 就召见了严松 并用几个词 概括了对他的印象 骑墙派耍滑头 两头讨好 召见结束以后 严松满头冷汗 狼狈的逃回了家 他终于意识到了 在这个人面前 天下人无非是两种而已 支持他的或反对他的 除此之外 没有第三条路 两个选项 同时出现在严松的面前 哪两个呢 就是原则还是利益 严松毫不犹豫的 选择了后者 他已经58岁了 不想再折腾下去了 以前吃了那么多的苦 受了那么多的累 现在利益 就是他所追求的全部 原则 原则多少钱一金呢 在做出决定的那个晚上 他挥笔写下了 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 以纪念嘉靖先生的 这次英明决策 三十年的文学功底 最终化成了 溜须拍马的本事 嘉靖满意了 可是朝廷中 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对严松的指责声 叫骂声 铺天盖地的而来 余音绕梁 三十天不绝 但是严松并不在乎 他已经确定了 自己的人生方向 只要能够飞黄腾达 慰籍人臣 可以不择手段 可以背叛所有的人 背弃人世间的所有道德 严松是大彻大悟了 树立了自己全新的人生观 如果要评选明代 最难写的文章 答案绝不是八股 是什么呢 是轻词 轻词的特点 是全用附体写成 词句华丽 难度极高 因为写作的时候 要使用专门的青藤纸 所以叫轻词 这样的文章 那不是谁都能写的 也不是谁都能用的 这玩意儿的版权 完全归家境所有 他人是不得侵犯 是他修道祭天时的专用 主要内容 除了陈述个人愿望以外 还兼议论叙事 其笔法十分玄乎 经常搞的人是莫名其妙 不过呀 这也无所谓 反正是写给神仙看的 写好后就要烧掉 也不留当 嘉境先生似乎对神仙的理解能力 也是很有信心 我顺便说一句 时至今日 这个烧纸请愿这一招 仍然是大行其道 只是内容换成了简体字而已 大家应该知道 这神仙那都是很牛的 懂个七八国外语很正常 相信他们不用进小学深造 就能够完成从繁体字到简体字的转换 看明白我们写给他们的心愿 在当时的朝廷中 会写清词这种文章的人很多 谁不想讨好皇帝呀 但是能让家境满意的人 只有两个 一个是夏颜 另一个不是颜松 夏颜是个天才 他不但口才好 文笔好 这种命题作文也很在行 这样的一个人 家境是离不开的 聪明人有聪明人的主意 蠢人呢 蠢人也有蠢人的办法 颜松虽然不蠢 但是要让家境满意 却只能用那个最笨的方法 拼命干活 写的不好 那不要紧 多写就行 颜松起早贪黑 六十岁的高龄 仍然是每日笔庚不错 文章质量不过关 被退了稿 他呢 从来不起哪 他以极其热忱的服务态度 打动了家境先生 为皇上干活 干得好不好 那是能力问题 肯不肯干 那可就是态度问题了 相对而言 夏延就是一个态度极不端正的人 家境信奉道教 夏延呢 偏偏是个无神论者 每一次家境和他讨论道教问题的时候 夏延啊 都在那听着直打瞌睡 久而久之 家境也觉得没意思了 不想再和他谈了 问题在于 这个人虽然不信道 却是会写清词 在家境看来 如果稿子质量不高 那是会得罪神仙的 神仙大人一生气 自己长生不老的报告 就批不下来 这实在是个性命攸关的事情 所以家境啊 经常在那耐着性子 向夏延催稿要清词 可是夏延总是爱理不理的 要么不写 要么呢 应付差事 搞得家境十分不快 托皇帝的稿 这也算够胆了 可这并不足以说明夏延的勇气 他还干过更为胆大包天的事 家境为了显示自己的前程 每次上班的时候啊 他都不带那个皇帝金官 带什么呢 而是带那个道士的香叶官 他还特意亲手制作了五顶香叶官 分别赐给了自己最亲近的大臣 夏延得到了其中一顶 可是他却从来不戴 家境一开始还不太在意 他在那左等右等 但是始终没有看到夏延换上他送给的那顶帽子 于是忍不住就发问了 我上次给你的帽子呢 回皇上 还在家中 为何不戴 皇上 我是朝廷大臣 怎么能戴那种东西 家境的脸刷一下就白了 他尴尬的盯着下眼 以臣所见 希望陛下今后 也不要戴这种东西 君临天下者 应有天子之威仪 以正视听 伤自尊了 真的是伤自尊了 要知道 这玩意儿虽然不重看 那却是家境先生自己亲手做的 是他的劳动成果和汗水的结晶啊 夏延你不但看不起这个东西 还把皇上给训了一顿 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于是家境发火了 这里不需要你马上滚出宫去 夏延冷笑着大步离去 留下了皇帝陛下 在那气得发抖 闹到了这个地步 不翻脸也不可能了 在这对君臣闹矛盾的关键时刻 严嵩出现了 皇上做的这个五顶香叶罐中啊 还有一顶是给严嵩的 严先生没有原则 自然也不要老脸 他不但戴上了香叶罐 还特意照了一层青纱 表示自己时刻不忘领导的恩惠 家境十分高兴 特别表扬了严嵩 严嵩啊 是夏延的同乡 两个人的关系一向不错 夏延发达之后 出于老乡情义 对严嵩也十分关照 然而慢慢的夏延发现 严嵩是一个偏好投机 没有道德观念的人 只要能够达到目的 这个人就会不择手段 任意胡来 夏延十分反感这种行为 虽然严嵩对他十分尊敬 早敬礼婉鞠躬 他却越来越瞧不起这个人 严嵩呢 并不在意 他很清楚 自己是夏延的下级 无论如何不能翻脸 为了缓和两个人的关系 有一天呢 严嵩决定请夏延吃饭 夏延接到了请柬 他呢在那想了一下 答应了 约定的时间到了 酒席的菜也上了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动筷子 因为什么呀 因为夏延还没有到 眼看着这要吃隔夜饭了 严嵩说 我亲自去请 他来到夏延的府邸 门卫告诉他 说夏延不在 这明摆着是要耍人的 故意不给面子 严嵩的随从 开始大声在那嚷嚷 严嵩十分冷静 他挥了挥手 回到了自己的家 面对着发冷的酒席 和满堂 宾棚 嘲弄的眼神 严嵩拿起了酒宴的请柬 他呀 跪了下来 口中念着夏延的名字 将请柬的原文 从头到尾 念了一遍 最后大呼一声 未能尽宾主之意 在下 有愧于心 表演结束了 严嵩站了起来 他不顾众人 惊异的目光 静自走到了酒席前 开始吃饭 近日我受的羞辱 将来一定要你 加倍偿还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的一天 在夏延退朝走了之后 严嵩觐见了嘉靖 在皇帝面前 他以六十三岁至高龄 干净利落的完成了整理着装 下跪磕头等一系列规定项目 然后是泪流满面 大声哀嚎道 陛下 老臣收尽 恰言欺辱 往陛下 为臣做主啊 严嵩是痛哭流涕 不能自已 难能可贵的是 他的思维仍然十分清楚 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他逐条逐点的控诉了老油条 夏延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 说的是声泪俱下 夏延 描述陛下 比起御刺之物 最大恶极 所谓的御刺之物 就是那顶乡业官 这是严嵩黑状的结尾部分 虽然短小 却极其惊骇 嘉靖这一回愤怒了 欺负严嵩 这倒无所谓 不听自己的话 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他立即下了一道赤书 斥责夏延的罪行 当然了 痛斥的理由 不是他拒贷乡业官 是什么呢 是军国众士 取财私家 亡言要密 视同戏丸 整的就是你 其实不需要什么理由 夏延受到了皇帝的斥责 害怕了 他连忙上书请罪 但是无济于事 半个月后他被削职为民 严嵩进入内阁 客观的讲啊 严嵩是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的 和夏延相比 他缺乏处理正事的能力 却并不是一无是处 他有两项远远高于常人的技能 拍马屁 整人 自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入阁起 他天天泡在西院的大臣值班室 据说他曾经创下了一个星期 不洗澡不回家的记录 但是奇怪的是 属下们似乎从来没有看他干过 这个除旧不新改革避正的好事 那您老人家一天到晚待在那干嘛呢 答案很简单 夏集看不到他干活 这不要紧 领导看到他人在那就行 嘉靖住在西院 别说这一招啊 十分奏效 皇帝被严嵩同志 把茶水喝干板凳坐穿的毅力感动了 特意送给他印章一枚 上书 钟秦闽达四字 并授予太子太父 从一贫 以示表彰 除了尊重领导外 严嵩老先生啊 在打压同事 开展整人工作上 那也是不遗余力 当时的内阁中 共有四人 除了严嵩以外 还有比他早来的老同志 翟鸾首辅和他同期入阁的 吏部尚书许赞 吏部尚书张碧 他先指使严官 骂走了翟鸾 然后干净利落的独揽了大权 许赞和张碧入阁一年多 连票拟的笔都没有摸过 一气之下 索性不管了 对严嵩而言 这无异于如鱼得水 但是他呢偏偏还要在那立个牌 几次向皇帝上书 表示啊 内阁现在人少 希望多找几个人入阁 臣绝对不能独断独行 家境十分感动 他立刻下诏表扬严嵩 任命他为吏部尚书 锦身殿大学士 少妇 并且明确表示 你一个人就行了 信得过你 应该说 夏延以前把弄权术掌握内阁 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治理国家 整顿朝纲 延松的目的 那就单纯的多了 他玩这么多花样 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个爱好 安巫受贿 怀着这一崇高理想 他在收取贿赂的战线上 干出了卓越成绩 当时的纪检官员们 就是督察院御史 每年有一个固定的任务 评选年度贪污人物排行榜 凡是上榜者都有具体的数据 并公之于众 严松老先生 自从进入内阁以来 每年是必上榜 上榜必投名 更为难得的是 连南京的督察院 也把他评为贪污第一人 每年上报朝廷 虽屡次获此殊荣 但是严松却并不慌张 因为他十分清楚 家境从不在意他贪了没有 或是贪了多少 只关心他是不是听话 事实确实如此 虽然谈劾的奏章接连不断 严松始终稳如泰山 可是情况逐渐出现了变化 当所有的权力 集中在一个人手中 无比的威势和尊崇 扑面而来时 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无法适应 每当他看见西院那间 烟雾缭绕的房间 想起那个不理国政 一心修道的皇帝 一种感觉就会油然而生 掌握这个帝国的人 就是我呀 这种感觉反映到行为上 他开始变得专横 于是也不再向领导汇报 在大臣们的眼中 这个老人已经取代了那个道士 成为了国家的真正领导者 但是他过于低估了那个道士的实力 在满耳的诵经声中 在炼丹炉的重重烟雾中 那双眼睛仍然牢牢的盯着 颜松的背影 无时无刻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 嘉靖突然在西院召见颜松 当颜首府大摇大摆的来到殿中的时候 皇帝陛下微笑着 将另外一个人引荐给了他 告诉颜松 这个人将取代你的位置 成为首府 希望你继续坚持干好工作 因为从此以后 你的身份是内阁赐府 是他的助手 要注意搞好班子的团结 嘉靖啊 讲完这些以后 笑了 笑得十分灿烂 颜松没有笑 那位本该欢呼雀跃的幸运儿 也没有笑 因为他就是下颜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看来下颜还是比较幸运的 他只用了三年零五个月 从此以后 内阁赐府颜松 再也看不到任何文件 因为首府下颜 拿走了他所有的权力 他变成了机关闲散人员 下颜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却也有着致命的缺点 孤傲 越接近权力的中心 朋友会越来越少 敌人则越来越多 一般来说 要摆脱这一规则 唯一的方法就是装孙子 很遗憾 下颜呢 为人刚毅正直 实在装不了孙子 自从嘉靖十五年 进入内阁之后 他的缺点是越来越明显 脾气也是越来越大 犯的错误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 导致了不少的失误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 在这几年里 他还曾做过一件正确的小事 说是小事啊 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很小 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就是这件不起眼的小事 不但使他最终反败为胜 还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命运 嘉靖十八年 皇太子出阁自立 准备发展自己的小团体 为将来接班做准备 为东宫选配人员的工作 按例由内阁负责 具体来说呢 就是由夏言负责 能够被选入东宫 这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 无论你是高矮胖瘦 只要能够搭上太子这班车 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因此有很多人争相 向夏言说人情行贿 只求他笔下留情 夏言兄那是出了名的 软硬不吃啊 以上手段对他全然无效 他只选择那些确有才能的人 当他扫视候选名单的时候 在一个人的名字前 停留了很久 这是一个他九年前 已经就熟悉的名字 就在几个月前 他在江西的家人 还专程写信给他 信中大骂此人 说这个人在任的时候 明知是夏学士的亲戚 却从不帮忙办事 实在是不实抬举 对于这个不给面子的官员 夏言也十分恼火 所以不久前 礼部缺缘 有人呢 就向他推荐此人 正在气头上的他 当时就拒绝了 但在这个关键时刻 他经过了长时间 慎重的考虑 最终做出了 录用此人的决定 因为他始终相信 秉持正直 不偏不倚 是正确的 夏言 郑重的提起了笔 在正选名录上 写下了这个人的名字 是正确的